人潮几八街道 29号晚间大约有10万人 涌入韩国首尔离泰院 巨型的万圣节派对 没想到却发生人踩人的伤亡惨剧 多达300人伤亡 而且人数还在持续增加中 但其实人群踩踏实践 不是第一次发生 从后方飞行民众 警方拿着长棍 直接往人身上招呼 还有民众受到撞击后倒地 但还是逃不过警方棍棒殴打 这是今年十月初发生在 印尼足球联赛的冲突 当时球迷不满比赛结果 赛后暴动 警方为了压制 却演变成球迷和警方的大乱斗 还酿成踩踏意外 造成一百二十五人死亡 一百八十人受伤 另外上海也曾发生过同样情形 躺在地上的伤患 陆续被送上救护车 大批公安赶到现场一片混乱 这是2015年发生在上海的意外 跨年前半小时 成千上万的民众涌入外滩 现场挤得水泄不同 观光平台的楼梯上 不断传出有人被推倒 最终导致死伤近百人 而且多半都是年轻人 最小的只有十六岁 像这样本来开心的活动 却演变成踩踏悲剧的事件 层出不穷 像这样本来开心的活动 却演变成踩踏悲剧的事件 层出不穷 若是不引以为戒 恐怕还会持续发生 准备一座 炳年轻人 冠时间 炳年轻人 去扶cil 行 成化 感谢观看